中國大陸有萬里長城 不過在台灣基隆有一個地方 從下面往上看上去 是好幾階的樓梯 住在上面的住戶 每天都要從這裡往上爬 才能夠回家 究竟從這裡往上爬 要花多少時間 我爬給你看 長長階梯騎上海鳥 和海龜圖案相當可愛 不過爬這一趟路 真的不簡單 從下面爬上來 真的很喘 我花了多少時間 大約57秒左右時間 不過你以為我這樣就可以回家了嗎 沒辦法 因為前面還有路 怎麼回家的路如此漫長 出一趟門感覺是在練身體 第二段爬完了還是到不了家 現在繼續爬 走算看見屋子了 可以回家了 終於抵達頂端 不過也喘到不行 長長樓梯就在基隆中正區 中正路上 從空拍鏡頭來看 搖搖回家路有三段 第一段有104個階梯 第二段30階 第三段71階 不論回家或出門 單趟就得爬205階 來回410階 住戶真的動不掉 這個樓梯已經有60年了 那中間有在改建 有一陣子有抓寶可夢的時候 真的超誇張的 人超多的 連警察都來趕 住戶也分享 這個超長階梯 附近就是正兵漁港彩色街屋 還有和平島 這裡也成為觀光景點 遊客來到附近 這三個地方都會走一遭 下雨天的話 這邊的樓梯會形成一個庫布 很景觀 滿好看的 原來基隆受到地形影響 許多房子都是沿著山坡建造 一層一層往上延伸 因此樓梯的設計 才會變得超長 更成了另類基隆特色 東森新聞 黃建祥 陳思豪 范宇祥 金融報導 成為特色 石元 划船 炳辯